桃園市平鎮区农会推动食农教育举办一系列活动 今年是再次跟北市国小来合作 邀请学生在体验园区种植萝卜 并且在收成的时候亲自下田来采收 从过程中认识农产品的种植生产跟土地和环境的关系 饮食内容对健康有很大的影响 而农业生产的方式更牵动了环境是不是能永续发展 桃園市平鎮区农会推动食农教育 带领北市国小学生认识农作物种植 田间管理到烹调上餐桌的过程 自食农教育法通过后 平鎮区农会举办一系列的活动 今年举办幸福农村好菜头活动 由水到产销班 采用友善耕作的农法和小朋友一起种下萝卜种子 并在收成后亲自采收 今天的课程是大手拉小手 大家一起来拔萝卜 在几个月前我们的小朋友 一起到我们的田里面 种下了我们一颗希望的种子 在今天终于收成了 孩子们今天带了愉快的雀跃的心情来这边 我们准备要动手拔萝卜 拔萝卜是这次活动的最大亮点 大小朋友兴致高昂的在田里拔萝卜 大家乐不可知 快乐的在田里挖宝和寻宝 我不觉得拔萝卜好 你不是回事了吗 很多的萝卜还可以拿回这边 阿婆煮餐 就是你要先煮又咬一下 然后你再拔 把它夹起来 阿婆你直接拔的话呢 你不会断绝 在拔完萝卜之后 农会准备了萝卜料理 让大小朋友享用 从土地到餐桌 凭证区农会和北市国小师生 共同补助一段开心的食农教育知性之旅 学会珍惜并感恩食物